这是一辆平平无奇的布雷德利战车 有着40多岁高龄的它在2023年 再次迎来了两位挑战者 它们分别来自美国通用和德国莱茵金属 那么它们相比起老前辈 布雷德利都有哪些不同呢 谁的产品又能够笑到最后呢 大家好 我是车长老亨特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虽然开头咱们提到了布雷德利年事已高 但实际上 作为一款不断改进的装甲车 M2布雷德利即便是放在现代战场上 也能够打出不错的成绩 但美军对于这款装备却一直都不太满意 特别是它的搭载能力 作为一款步兵战车 虽然M2可以容纳齐名装备齐全的步兵 但步兵班由9名士兵组成 这也就意味着每个机械化步兵牌 必须将三个小队分成4辆布拉德利车 这意味着一个小队的所有成员 都不能乘坐同一辆车 这一限制给布拉德利步兵班 和牌带来了指挥控制挑战 另外 随着无人机的兴起和反装甲武器的发展 让各国的步兵战车 也开始向着重型化发展 这是追求防护性能 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从美军新型步兵战车选行的参与者中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美军其实也在追逐 步战重型化这股潮流 实际上 早在2009年的时候 美军就启动了未来战车计划 其目标之一 就是用新型的GCV战车 取代布拉德利 只不过该计划从一开始就面临重大挑战 有限的资金 超重的设计 让人们并不看好这款项目的发展 虽然它可以一次性运输全副武装的9名士兵 但还是由于各种原因 在2014年被陆军取消 随后美军又紧接地推出了次世代战车计划 希望在2022至2023年期间 制造出原型车辆 当然啊 这个NGCV是一个很广泛的项目 旗下包括了轻型坦克 步兵战车 无人战车等多个项目 而本期主角XM30 则是来自于该计划的分支 OMFV 其中啊 XM30是美军为该计划给出的正式编号 虽然目前该项目还处于两强争霸阶段 但显然美国陆军已经按捺不住 对新战车的渴望 XM30的编号也意味着 这次的竞标项目并不只是说说 美国陆军十分希望该项目能够成功 只不过啊 渴望归渴望 对于新战车的要求 陆军可是一点没少 在陆军给出的设计指标中 新战车的设计会继续采用 以小队为中心的机动部署概念 车辆可以容纳9名步兵班成员 并且配备先进的1000马力动力装置 在他的车体大小问题上 陆军提出了严格的限制 希望新的战车可以像M2布雷德利一样 一架C17运输机就可以运输两辆 但以上这些严格的要求 让美国工业界短期内根本无法全部满足 因此在经历了两年波折后 美国陆军放低的要求 还承诺减少外国竞争壁垒 这才有了随后五个设计团队的出场 不过要求放低归放低 有一个要求是陆军怎么也不愿意放弃的 那就是新战车的主武器 必须要采用50毫米口径的 XM913超级大毒蛇机炮 XM913超级大毒蛇机炮 这款机炮是由美国陆军和诺格公司 共同研制 从外观上来对比 XM913型50毫米的机关炮 体积紧凑 尽管它的炮弹尺寸是25毫米 M242大毒蛇直径的两倍 但50毫米火炮并不比后者的武器长多少 这也让它可以集成到各类新型的装甲车上 与先进的火控系统 自动瞄准系统 观瞄系统 下一代弹药 新的计算机融合到一起 成为了威力巨大的火力系统 据了解啊 这款机炮的核心是半封闭式枪击发射机构 它能够提供前所为有的精度和控制水平 使士兵能够迅速的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场景 并且它还采用了高功率无刷电机 和具有实时反馈的复杂数字控制装置 这种结合确保了XM913的精度和毁灭性的火力 为了保障它在持续射击时的精准度 美军还为其配备了三重反重系统 以进一步增强其稳定性和控制力 诺格公司称 XM913型50毫米机关炮的有效射程超过4公里 是目前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装备的 M242型25毫米机关炮的两倍 而当前世界上各国的步兵战车 主流配备的都是20毫米至30毫米机关炮 所以XM913型50毫米机关炮 将使得美军步兵战车能够取得射程优势 毕竟上边诺格提到的也仅仅只是有效射程 其最大的射程甚至可能超过10公里 目前已知的信息显示 美军会为该火炮配备高爆榴弹 可编程空爆弹和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其中这个可编程的空爆弹 能够对在战壕攻势等掩体后的士兵 进行有效杀伤 除此之外 它也可以被用来对空 能够有效地摧毁无人机等低慢小的目标 至于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则主要是用于针对敌方的装甲车 坦克等 而且由于该炮采用的外能源动力 其射速也是相当的恐怖 在600至200发每分钟 能够提供很强的火力输出 只不过 随着火炮的大幅度增强 也有不少人认为 这会给步兵战车带来新的负担 毕竟呢 步兵战车主要还是以携带步兵为主要作战使用 所以车体内部最大的空间是留给步兵的 而50毫米口径的炮弹所带来的体积增加 必然会影响车内空间设计 或战车的鞋弹量 这也是英国这几年研发埋头弹的原因 在该计划的最初阶段 曾有五家公司团队参与竞标 现如今 随着竞标项目的推进 在场的团队只剩下来因金属和通用动力 其中啊 来因金属的参赛作品是 KF41山猫步战车 它的主武器除了能够搭载 美军规定的XM913之外 也可以发射无人机作战 同时来因金属还表示啊 山猫是这一众参赛选手当中 内部空间最为宽敞的一位 因为其空间足够大 可运送多达九名全副武装的步兵 这一点十分符合陆军的最初要求 并且啊 它采用的是最新一代的推进技术 配备一台1140马力的发动机 另外 它可以通过使用一个通用驱动模块 和一个灵活的任务装备包 将基础平台车辆改为IFV 装甲运兵车指挥车辆 抢修车辆或者救护车 从一种配置改变为另一种配置 可以在八小时内完成 十分的适合接替M2那庞大的车足体系 而另一个竞争者 则是通用动力的格里芬三型战车 它的前辈格里芬二型轻型坦克 是美军MPF项目的最终赢家 但由于是轻型坦克设计 所以并没有太多的装载量 到了格里芬三型 同用动力在尽量保持重量不变的情况下 将它的主炮从120毫米换成了50毫米 并为搭载的六个装备齐全的步兵预留了空间 该战车同样具备搭载无人机作战的能力 只不过在内部成员方面最多只能容纳八人 它的动力比山猫略差 为1000马力的发动机 车体总重量在37吨左右 同时呢 该战车还配有六角形多光谱防护装甲 这种球状的泡沫状六角形面板 可以分散并且吸收光电和雷达的能量 进而缩小本车的特征 起到有效伪装防护的目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德国的山猫 还是美国的格里芬 在下一代步战车上 都对隐身性有了一定的要求 除此之外 山猫还装配了胶廊无人机 反无人机系统 该系统可由车程人员多人 同时操控无人机进行作业 实现收集信息与识别攻击目标双任务展开 美军对于该系统十分的重视 在2023年年末的时候就放出消息 要在未来五年内大规模的采用该系统 以应对未来战场上的无人机威胁 据了解呢 这款胶廊无人机 反无人机系统 是美军低成本拦截无人机的关键 它具备先进的导引头和战斗部 可以对敌方无人机实施硬碰硬的拦截方式 而且它除了可以单机飞行之外 也可以联网组成风群 并能够适应监视 电子战和打击等各种使命任务 该系统的研发者雷神公司认为 无论美军最终采用哪一款不战车 都不影响胶廊在其中发挥作用 不过对于美军而言 老亨特认为其更有可能采购 通用动力的格里芬三型战车 虽然该车并没有达到九名成员的要求 但其底盘和已经确定的轻型坦克 格里芬二型互通 对后勤十分的友好 更何况 相比于莱茵金属公司 通用动力更像是陆军自己人 但就是目前美军的这个进度来看 想要等到项目出结果 还需要几年时间来评估原型车对比 大家认为谁的设计会成为美军下一代战车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没有订阅本频道的记得订阅一下 在这里老亨特先行谢过 您的支持是老亨特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最后在祝愿屏幕对面的你 今晚做个好梦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